哎,儿子,是不是芋头? 不是,是芋头和写作业,你选一个 嗯,不关神了,当然写作业了 这小子肯定想不到,我要做芋泥馅的汤圆 而且,我还要捏成QQ牛的造型 紫薯是为了调色的,放芋头的三分之一就好 有件事儿我想不明白 这真文浮的水,为啥是绿的? 我这个方法的汤圆馅,是不需要炒的 简单,好吃又好用 加入黄油,味道会有奶香 而且捏这个还能解压 看这颜色,比黑芝麻好看多了 要冰箱冷藏,开始搞皮 重点啊,糯米粉一定要有开水槽 面要揉到味才不会开裂 不然,你就等着哭吧 交出两小图来调个色 剩余的白色搓成圆球 预影一下搓成更小的球 小机巧,放冰箱冷冻会容易包 彩色的面团,做些小表情 剩下的就是组装了 你捏什么呢?我也要捏 别吵吵,当我捏歪了 来,快看,可不可爱 再搞个牛屁屁 这样凑成一段,更好看 你们在哪里过节呢? 发视频加定位告诉我 官方给你们准备了好礼哦 想一起过节 按照相当定位也来找我吧 哎呀,我怕一肚废掉了呀 先蒸五分钟吧 再冷水下锅煮这些牛屁屁 飘起来关火 再把牛头放进去 这样一锅可可爱爱的 牛气冲添芋泥汤圆 就完美了 口感很香 而且不那么甜腻 哎,这是我的 哎,你不是不吃芋头吧 干饭去了,干饭去了 牛屁股 哎呦,什么 好气 好,真稀哦 上学去了就怪不得我了 不是我想吃啊 我是去给你偷配方回来 你帮你叫 我干 配方OK了 过了材料就凑了好几天 先选一块好看的牛肉精 放旁边晾着 好了三个超市 终于找到这种小鹤菇 这玩意太贵了 这点香菇不过分吧 最虽然能切多碎 切多碎 这一条里面好像还有栗子 应该还有洋葱和蒜末在里面 每次切洋葱都 冷锅冷油爆香 调味我只能批直觉了 调好的蘑菇酱摊开晾凉 被冷落的牛排 这会儿刚好可以煎 这一步 是为了让牛排表面 产生美辣的反应 用面煎好 趁热烧上黄铁酱 先有一层春转皮打底 是为了好塑形 因为我买的火腿太碎了 捡紧点 放冰箱冷藏 现在取一张酥皮 均匀地铺一层蘑菇酱 把冷藏后的牛肉火腿裹上 准备好造型 刷一层蛋液 再取一张酥皮 用我特意买的拉网刀滚一下 好看的花纹就有了 再给它刷一层蛋液 就可以入烤箱了 这个时候 我必须盯着它的上色情况 要是烤黑 我就哭给你们看 烤箱还真黑了 没事 侧面能看 我快看看 哇 还是不错的嘛 哇 好香啊 诶 回暖 诶 来 等爸爸回来几时 妈妈 再玩个游戏呗 我要是赢了 这牛排都归我 诶 行 1加6等一级 7 7加3等一级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妈妈再玩个游戏呗 哈哈哈哈 不好了 好香看看 这是什么 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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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别浪了 别跟我说话 我要疼 再玩个游戏呗 再玩个游戏呗 出海游戏呗 再玩个游戏呗 再玩个游戏呗 雪兰啊 这几分钟了 没办法 我就爱个游戏呗 唉 那你把游戏收拾一下呗 你给我收拾 你干吗 你做好吃的呢 你甚至说座位话 你也都没做 唉唉唉唉 这会算数 你把它比一下 开十块 要是你快 你当时给你一次比我 行吧 肯定是我画的 这小子肯定以为 微画饼这么难的零食 我做不出来 实际上家里有糯米就能做 微画脆饼就是这几种搅和均匀 冷水最好分次加入 别学我 再用开水烫熟 搅拌成这细腻浓稠的浆糊 就好了 又需要蛋脚鸡了 挤一坨压个三分钟 不就是微画的质地了 把所有的糊糊压完 准备做夹心 先用白巧奶粉做个原味 白巧黄油隔水融化 加奶粉混混云即可 装表画带备用 再做个草莓味的 一样的配别 就是把奶粉换成草莓粉 喜欢黑巧也可以替换点白巧 两个夹心做好 还需要修理一下微画的造型 这滋滋的声音太治愈了 切成适合的大小就开始组装了 全部切完有这么一大框 然后就一层微画 一层夹心叠起来 想要夺后就叠几层 我做了五层 哎呀 全部做好了 这跟买的也没差嘛 太喜欢这卡卡的松脆声了 嗯 真跟买的一个样 憋脚料也得浪费 现在去看看那位神兽 打扫完没 肯定是我心 肯定是我心 嗯 骷髅我 你这是 买来的吧 跟我昨天吃的一模一样 哎 你给别清除了 哎 哎 我不光把房间给打扫了 我还把蛋白和奶茶的小卧 给打扫了一遍 都客了我吧 咱们可是锦衣实在不乏呀 嗯 你的意思 是我哥们上时代的不乏吗 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咦 翻车了 就别浪费食材了 我直接买去就得了嘛 哎 你等会等会 我再试试 我就这样应该可以 翻车的这些不能扔 待会儿融了还能用 这次我来个倒许 从外往里做 最外面就是不同颜色的巧克力呗 白巧里加色素或者色豆 融了灌膜 一定得降温了再灌 这样才能挂上 刮屏表面防冰箱冷冻 那当然还有别的颜色 也是这个流程 红黄蓝绿 搞四个色差不多了吧 我把鸡蛋清换成了蛋清粉 用水或匀来再混合糖霜 上次太稀了 口感不够脆 这次上厨师机 搅拌的浓稠点 应该会有脆糖的口感了吧 冻好的彩壳外衣拿出来 糖霜这么浓灌膜是不大可能了 只能挤进去再涂屏了 虽然不够均匀 但在中间也看不见 趁晾干的时间 把翻车的巧克力重新融化 再把最后一层的巧克力芯添进去 刮屏表面再去冷冻定型 只要动够时间 一磕就下来了 有那么几分相似了对不对 把两磅粘起来看看 有个缝 不好看啊 感觉一磅的样子会更像一些 来摆个红利灯 或者这么摆 相似度就更高了吧 嗯 老母亲是尽力了 哎 儿子 看看M度的升级版 你真做出来了 孙月斌 孙月斌 你看我妈真做出来了 这也不像呀 才一磅 你妈过来就不行了 就把你给收 儿子好好写决业啊 上班去了 嗯 放心去上班去了 虽然放假了 但是我也有点可爱要吃自己 可以 可以 你让我来给你做好吃的 呃 哎呦 儿子还学习呢 休息会吧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不用 去什么排骨 我不配吃排骨 我得赶紧学习 哎呀 儿子学习这么努力 他爱吃的排骨必须得安排上啊 今天给他做个三种吃法 泡半个小时洗净 一部分剁成小块 三种吃法 其实就是三种腌料 再配合三种烹饪方式 第一种糯米蒸排骨 第二种来个蜜汁烤排骨 这种咸甜的口感老少皆宜 第三种腌个蒜香的炸排骨吧 待会儿用空气炸 去掉油脂肯定会更好吃 哎呀 没有合议 咱可以用粽叶来蒸 这么蒸出来的糯米带香气 最上面再盖一层粽叶 哇 没打开香味就已经扑出来了 有点像简易版的肉洞 糯米吸收了肉的鲜美汤汁 贼香 接着烤蜜汁排骨 这个烤法需要细致所鲜了 夏天这烧烤味是必不可少的了 这还没完 好味不怕倒 虽然这已经很香了 再烧个汤汁蜂蜜水 再入烤箱上个色 这次需要调高点温度 表面烤的焦焦的才好吃 烤好外脆里嫩 好吃到甜手指 还好我的烤箱有空气炸的功能 这么多一盘也能烤得下 而且表下里超级优秀 炸掉了多余油脂 焦香焦香的 一口一个渣都不剩 蘸个酱也贼好吃 得赶紧叫儿子来吃了 你写了这种手吗 你写了这种手吗 我要天心 我要天心 走走走 你看看 哇 那我数招数据 那我学习 喝喝 玩累了啊小子 什么玩啊 而且今天学习一天 很累了 你看